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所属各机关 够公务人员交代条例施行细则 第一条 本细则依公务人员交代条例 以下简称本条例 第20条第一项规定定定之 第二条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本会及所属各机关 够首长主管人员及金管人员之交代 或机关够分立裁并办理交代时 除本条例令有规定外 依本系则规定办理 第三条 本会及所属机关 够首长交接 代由各该上级机关派员兼交 本会及所属各机关 够主管人员交接 带由各该机关 够首长派员兼交 金管人员交接 带由各该机关 够首长派员会同 该管主管人员兼交 移接事项上位和杰臣报前 兼交人员他调职务 或离职至无法行使兼交职责者 得臣请令行指派 第四条 机关 够首长移交应造具下列清策 1. 硬性清策 2. 员工名策 3. 会计报告 4. 现金、票据、有价证券、公库及银行存款清策 并付以交日之银行专户存款证名单 如该单截存金额与交代日账列金额有差额时 应加付差额解释表 5. 未办或已办未了之重要案件清策 6. 当年度施政或工作计划、业务计划及其进度表 7. 财务事务总目录 8. 其他有关本机关、购、业务应行移交事项之表册 第五条 主管人员移交应造具下列清策 1. 单位张说清策 2. 未办或为了案件清策 3. 财务事务总目录 4. 其他有关主管业务或财务应行移交事项之表册 第六条 精管人员移交应就精管事务、财务等编造移交清策 第七条 后任机关、购、首长、主管人员及精管人员接收前任移交清策 在规定捷报期间内、尚未捷报及行卸任者、得将前任交代案连同本任移交清策 以并移交其后任接收、后任机关、购、首长、主管人员及精管人员接收前任移交清策 以于规定捷报期间、尚未捷报即将卸任者、应将前任移交案付据未捷报原因先行承报 并办理本任移交手续 第八条 机关、购、首长移交清策应编造仪式三份、送交新任人员会同间交人员盘查点收 加盖印章 以一份存本机关、购、一份含付移交人员、一份含报其上级机关核定 第九条 第五条 第三款规定之财务事务清策及总目录 各机关、购、移交主管人员应编造仪式三份、送交新任人员会同间交人员盘查点收 加盖印章 以一份含付移交人员、一份会成机关、购、首长核定 机关、购、首长及主管人员移交之财务事务总目录 应分别以所属主管人员及机关人员编造之财务事务总目录及清策、会总移交、不令会编 机关、购、首长移交之财产总目录 应加会节制交代月份前一个月之国有财产增减节存表 第十一条 机关、购、首长交接发生贞职 应由移交人或接收人会同间交人、明事时并拟据处理意见 承报其上级主管机关核定 主管人员及经管人员交接发生贞职 应承报本机关、购、首长核定 第十二条 各级人员应依本条例规定之期限办理移交、接收及承报 如确有特殊情形不能一线办理完毕时 应事先详述理由承报上级机关或承报本机关、购、首长核准斩期 其斩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第十三条 各级人员移交、除以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指定代办移交人员 并承报各该移交人员之上级主管核准外 应亲自办理 第十四条 各级人员移交之财务事物清测总目录 如今发现错误或不清者 移交人员应致迟于接或通知一个月内查明不正或含复说明 如于其不照办 得退回其错误或可移之清测或总目录 并会同间交人员报请上级机关或本机关、购、首长核准 第十五条 机关、购、首长移交、主办会计人员 应将任内收支账目截至交代日址逐项节总 并编制各项会计报告、移交新任接收 第十六条 各级人员移交、除上级机关指定外 应在原刃所办理 第十七条 各级人员移交、应依本条例规定之办理移交日期 将任内经管事项移交完毕 届时人为移交或移交不清者 应由新任人员会同间交人员 报请上级机关或本机关、购、首长处理 上级机关首长或本机关、购、首长 对于前项情形、应及依本条例第十七条之规定 指定日期、则令人员依线移交清楚 与其移交不清者、依法令规定程序 含报本会一副陈解 第十八条 本系则自发布日施行 本期则自发布日施行